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今年黑龙江省将新增大豆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 那么老乡们改种大豆会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其中的经济账 黑龙江省随化海轮市 玉米和大豆轮座已经开展多年 目前正是备耕时节 选择种玉米还是种大豆 很多农户还是有点犹豫 老百姓种地主要是为了多收入的多挣了钱 现在把玉米能比种玉米比大豆 没上地的话能多收入3000块钱左右 你现在你要是种大豆呢 六千块钱总盟 政府给你补贴接近4千块钱 你得算一下经济账呢 村里组织农户们面对面交流 细算经济账 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种大豆的政策 鼓励农户种植大豆 种大豆呢要在天津管理上批 玉米要省事省得多 夏季呢还能出去打打工 最终邵广金和乡亲们都觉得 种大豆的收益不比种玉米低 但眼前的问题是 有的农户去年就种了大豆 今年如果连续种植 就会直接影响产量 最终还是没有效益 在这种村里专门请来了农业技术专家 通过线上培训线下答疑的方式 解决农户遇到的实际问题 同时为了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 海伦市各个乡镇都在推广土地托管种植模式 通过土地精细化管理和大型机械的使用 推进大豆规模化种植 促进大豆生产结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通过详细了解和效益对比 再加上今年黑龙江省实施的 大豆完全成本保险试点 减少了农户种植大豆的风险 绍广金心里这回踏实了 肯定种大豆了 而且那个今天补天挺多 我们收入也提高了 我们干得可有劲 今年黑龙江省出台了扩种大豆工作方案 将扩种任务分解到了有关市县 方案中提出 要适当调检玉米种植面积 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在三江平原 检条低产低质低效和地下水超彩区的 井冠区水稻种植 开展道改豆试点 全省大豆种植面积 要达到6850万亩以上 比2021年增加1000万亩以上 力争总产达到170亿斤 精工区水稻买到1200万亩以上 rophe 170亩 370亩